看到只是說它這個python它不是308 它就是python3 然後後面假設哪一題 它抽到這一題 它就是一類抽一題就對了 也就是它裡面有python的第三類可能有10題 它就從10題裡面抽一題然後考你 那基本上 當然它上面有題目說明 設計說明 輸入輸出 那我的習慣是先看輸入輸出 看完之後再反過來 如果我看不懂下面的敘述 因為它有時候題目顯得不好看 不容易懂 真的很不容易懂 所以有的時候 我都是自己做過了 然後我對題目已經了解了 比較花時間應該在看這些 當然啊 花最多力氣就在這裡 有的時候我光題目我看半天很多題喔 所以我覺得花最多力氣就是 了解題目到底在說什麼 只是因為我已經消化過了 所以我兩三句話就告訴你怎麼做就OK了 你們就不用太花力氣了 比如說像這一題好了 308這個回圈位數加總 意思就是說 它前面是要幾次 然後呢底下的話呢 就是把這些每個位數加起來之後的結果 把它放到這個後面來 然後並且前面要這個敘述 所以喔 如果將來你要寫的話 你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來寫 第一個的話 這個先不要寫 先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完之後的話呢 再解決次數問題就OK了 那怎麼做喔 首先的話呢 當然這地方喔 以這一題來看 怎麼寫會比較簡單 一樣啦 我們看 好像拿之前的程式來 會不會OK呢 也應該OK 但是 A好了 A假如輸入東西 但是特別注意喔 我直接把它當文字 所以呢 我這邊就不要轉型了 那為什麼把它當文字呢 因為我講過喔 其實喔 那個文字本身 如果你一個個抓的話 假設啦 我這邊先把這個註解一下 用說明這樣會比較清楚 因為有些同學對這個 如果我print 比如說我print print A 中國阿福 0的話 那得到會得到什麼結果呢 假設輸入98765的話 98765 Enter 0的話是哪一個 9 OK 那如果輸入1的話 那就是8 然後01234 所以喔 它總共5個字 可是編號是0到4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我可以把它一個個抓出來之後 那它抓出來之後 它裡面是 其實你看到9 其實它是一個9的文字 所以我再把文字 轉成int 變成9的話 那就把它累加就OK了 所以其實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那我們怎麼樣把一個字一個字抓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一樣喔 會需要什麼 底下這些程式好像可以拿來用 我們一樣把它拿來套用 A 那是等於0好了 累加 for i in range 我們從0開始 然後豆點的話 就是 A 幾個字 0 所以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想要知道 A98765幾個字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LEN 這個LEN跟那個 Essail裡面的LEN 或者VBA裡面一樣 那可是LEN的話 得到會是幾個字 總共98765 5個字嘛 可是我只能跑到 所以其實這邊不能加1 等於跑到5嘛 所以 但是我們 就編號到4嘛 所以剛好5 剛好0到4 OK 所以就不用加 那再來我做什麼呢 我就把Ans等於什麼 Ans加上 A中瓜虎裡面放一個i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放這樣的話 你如果要累加 他得到的是9 這個字的文字喔 如果你要跟 你要累加的話 特別注意喔 要加int 所以在外面再轉型 在這邊轉int 把它轉一下 有沒有 那這樣子的話 9就變成 那個數字的9 加過來 有沒有 那本來 0加上9 就變9 然後再8 有沒有 再9加8 17 有沒有 再換7 17加7 OK 累加累加 最後把它print出來 得到應該就35了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OK 執行一下 然後把它輸入 98765 幫我加起來 結果是不是35呢 Enter 35沒錯 1的話是輸入一次 3是輸入3次 有沒有 不過這個先不要管 我們分階段 第一個階段做出來之後 再來第二階段也許再加上這個敘述 有沒有 所以應該是前面要串 串什麼呢 串這一串數字 這串文字在前面 然後再加上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一串 sum of digit 這個有沒有 然後把它這一串 當然考試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個紙本 然後你就照打 當然呢 如果有雲端的話 當然可以複製 可是考試沒有複製喔 然後這邊的話這一串數字 前面要加一個這個 雙引號 然後到這邊停下來 雙引號 可是呢 後面這邊有一個 加一個豆點好了 豆點 但是呢 這個98765實際上就是a 就是一個文字 不用轉移 所以直接把它雙引號分開 delete掉 ++ 中間放個a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應該得到會是這樣的結果吧 看一下 如果對的話 那執行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是98765 Enter 得到是不是我們要的結果呢 是不是跟那個考試的題本一模一樣 特別注意喔 這個考試麻煩的地方 最容易出錯的 其實是什麼 是那個空白的地方 空白不能少 少一個空白都不行喔 有沒有 sum of all digits 這個數字 意思 35 還有什麼 有沒有句號 沒有OK 那就OK了 所以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的結果 跟那個一樣 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上面有1 1的話 指的是輸入一個數字 3的話是輸入3個數字 1是要跑幾次的意思 跑幾次 輸入幾次的意思 輸入1的話 意思是說 我後面會做一次運算 輸入3的話 會輸入3個運算 所以意思是說 提供3個數字 得到3個結果 意思是要跑3次的意思 OK 如果輸入1 意思就是讓它跑3次才結束 OK 意思就是讓它跑3次才結束 OK 然後呢 如果輸入1 意思就是讓它跑3次才結束 所以最後的話呢 如果你要得到對的結果 就是要在這個程式的外面 再包一個什麼呢 讓它輸入這個 假設N好了 N等於Input OK 然後Input是什麼呢 Input 那一定要轉型 所以int 轉型完之後 讓它跑幾次的意思 Enter 然後forI Inrange 然後 N 打錯了 OK 好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呢 次數的話呢 那就是從1 好啦 其實0開始 沒有關係 1豆點 然後到N 加1加1 OK 比如說1 假設它一次的話 就是1豆點1 剛好跑一次 OK 那冒號一下 記得把底下的東西 選起來就按個TAB 因為它要放到它的下一階 這個動作沒做 成是一定是錯誤 意思就是說 反正 我這個跑 如果我跑3 如果輸入3的話 那就是1 然後3加1變4 就是 等於是跑1 2 3 有沒有 這等於是跑3次 我們來試一下 看看 OK 這樣其實是對的答案 OK 應該 沒有 你再思考一下 執行一下 輸入1 對不對 然後98 1的話 指的是跑一次回圈 98 7 65 Enter 得到了 程式就結束了 有沒有 沒有了 如果當我執行變成3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就變成要3 3 2 4 1 2 Enter 得到這個 但是程式還沒結束 有沒有發現 輸入0 第二次了 第三次是7 6 9 Enter 程式就結束了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其實它上面的這些說明 其實就是要叫我們做這件事情 只是說用文字敘述真的是很難懂 所以我就乾脆做一遍給你看 應該你就懂意思了 所以有的時候說真的 這東西實在是很難用文字敘述 所以它裡面的這些題目 我發現我花最多力氣 並不是在想程式怎麼寫 而是看懂裡面到底在講什麼 兩回事 可是沒辦法 因為證照考試其實有個 就是你必須要按照它的規則 所以其實有個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還是要懂它的規則 否則的話 你當然你就沒辦法 得到正確的答案 其實這個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到那個TQC Plus 這個官網上面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 認證內容的認證科目 它關鍵就是TQC Plus 裡面的話 目前就是這幾張 底下 Python的部分的話 就在... 就過頭了 在這裡 所以總共的話 它目前就是 基礎程式設計就1到5類了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拿證照 你剛剛就考1到5類 非常簡單 應該很快就準備好了 那這個的話 跟這個一樣 只是差別它是1到9類 那這個的話 總共4類 所以1到4 跟這個前面又不一樣 還有一個這個 AI的機器學習 OK 所以目前的話 總共有一張 兩張 三張 四張 目前的話 我這一張跟這一張 是已經有收集到了 那我可能寒假的時候 我會去收集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才剛出來而已 所以可能會花一點時間把它收集到 感覺有點像在收集這個證照的感覺 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是建議 那你說為什麼要考這個 其實也沒有為什麼 反正就考到了嘛 那考到了應該沒什麼缺點吧 缺點就證照太多了 那我現在證照有30張以上了 有空的話就考一下吧 那至於說它裡面的費用 其實你們可以點進去看 它總共100分鐘 費用的話1500塊 至於你要去哪邊考 這邊有考生服務 你可以線上報名 你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哪邊有考場 基本上大台北地區都有考場 好像每個禮拜好像都有 你就花一點時間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第三類的308題 因為這個題目 我覺得跟我們這個 現在上課題目其實還蠻雷同的 而且我覺得比較難的地方 是瞭解它到底要叫你做什麼 不過我有解釋了 所以你也可以照著試著做做看 當然如果你只是要練習 你可以先不要管證照考試 到底要怎麼做的規則 反正你就是要一個很簡單 輸入98765 就是把98765的每個數字全部加起來 print出來 如果對的話 那表示你是OK的 剩下來才是去解決那個格式的問題 還有就是回圈要跑幾次的問題 OK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額外的 如果你也會就把它加一加 再把這個相關的東西練手 我覺得考試 真照考試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就是測驗你到底熟不熟 因為如果你不熟練 就真的寫程式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 我發現都還停留在 就是看程式階段 要真的能夠動手很順暢的 把一段程式 像我這樣子可以把它直接寫出來 應該還是要有一點時間 但你說沒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可能也是時間的關係 當然前提可能你就是願意要花時間 就不算練習 其實我自己很清楚 我剛開始也沒那麼熟練 那我怎麼熟練的 就是經常打 就這樣而已 我也不會說我不願意去做這些練習 反正我就做練習 像我學其他東西也是一樣 學語言也是一樣 你學英文不也一樣 你學多久 但如果你不講 你不聽 你不用 那你很快就不OK了 就一定是都不太熟悉了 更何況你要再多學其他語言 像我最近也一直在學日語 因為我是很奇怪 我覺得好像沒有學個東西 我都覺得好像渾身不對勁 感覺好像每天都沒有進步的感覺 所以像我開車來塞車的時候 我車上我都放那個 就是日語文法的那個教學的 我已經聽了可能快一百遍了吧 所以已經聽到他下一段要講什麼 大家都知道 所以像我發現 這樣以後 應該總有一天 我可以 日文聽聽應該是OK的 直覺式 對 有點類似這種味道 慢慢的話 也許有機會 可能也會去參加一些檢定吧 OK 其實也不為什麼 我覺得 因為我之前還蠻喜歡去日本 因為疫情關係沒辦法去 但之後總會有恢復正常的一天吧 OK 去的時候我覺得 至少不會像之前 不太敢跟當地人做一些溝通 因為我常常遇到 因為我會喜歡到一些 比較 比較沒有外國的地方 然後他們跑來跟我講話 他講半天之後 我實在是沒辦法 就覺得好像有點遺憾 就覺得好像第一個聽不懂 第二個沒辦法回答 他們不講英文 他現在已經就 真的 之前就是遇到那個 有一個站 一塊小站 剛好颱風的關係 我們就提早下車 然後就問那個站長說 之後的搬車怎麼辦 會不會delay多久 那怎麼辦 我可能用英文問他 他馬上就整個人很緊張 然後馬上一直脫帽鞠躬 然後 すいません 我想說 他不為難你了 我自己查好了 我覺得 他就很緊張 他就很緊張 真的齁 所以就插在這裡 其實你還可以寫暗字 年紀大的寫暗字他看得懂 有啦 可以 但問題還是畢竟還是差了一個步驟 就是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所以我為什麼很想說 日學一下 OK 當然會覺得去旅行的感覺又不一樣 OK 可能又有不一樣的感受 就像說你學一個技術一樣 你學一個技術之後 你對於電腦這方面的專業 你又是另外一扇窗 又是另外一個境界 你不會你就是停留在原來的境界 大概就這樣而已 OK 好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